主料,红薯粉条300克,花生50克,猪瘦肉100克,辅料,油,盐,芝麻油,香菜,大蒜,榨菜一包,油剥辣子一勺,香辣牛肉酱两勺,称醋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红薯粉洗干净用温水泡软,大蒜剁成小小滤饭碗里用开水泡软,瘦肉剁成肉末, 香菜洗净,榨菜和花生备好,花生洗净,凉锅凉油放花生小火炸猪脆,锅放油放肉末翻炒变色,放生,抽和盐炒熟,肉末炒好成粗,炒锅倒少量油,烧热后下入油锅,辣子,和香辣牛肉酱饼炒出香,然后加入清水,盐,大火煮沸,放入泡好的大蒜,水和泡好的红薯粉大火煮至红薯粉熟, 碗里放适量陈醋,盐,芝麻油,倒入煮好的红薯粉和糖,马上香菜,肉末,花生,榨菜即可,烹饪技巧,陈醋不要放锅里煮,要最后和红薯粉混合才够酸爽, 打算剁成小小粒粉碗里,用开水泡成大蒜水,这一步是关键味道所在,真正的红薯粉是比较耐煮的,不容易了,所以要泡一段时间在下锅煮,煮好后,Q滑可口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 感谢观看